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暮色新约》这部作品的原著只因暮色难寻也不是作者最热门的作品 从简介看 暮色新约讲述了一个编剧和一个心理师互相合作 虎声爱慕的剧情 海报上打出了成长 治愈 情喜剧的标签 纵观这几年 凡是打住这几个标签的电视剧 基本都是反响平平 残酷地说 任嘉伦接下这种发挥空间小的线偶剧 想要获得很高的播放量很难 除非出奇迹了 再看《暮色新约》的导演 名为李昂 不知道李昂在业内名气如何 但是作为观众 很多人都不熟悉 起码没领玉芬的熟悉度 值得一提的是 李昂和任嘉伦不是第一次合作了 他们还合作过《秋缠》 但老天爷啊 秋缠是一部叠战剧啊 《离岛》拍线偶剧是不是步子跨太大了 其实 这些因素让暮色新约预期不高到也无所谓 但女主人选很可能让原本预期不高的剧直接拉胯 作为女主 北比出演女心理师 从路透来看 她和任嘉伦站在一起真的没什么CP感 这部剧刚开始官宣 北比粉丝就因为范围的问题 闲思了一波 也是让人看住头大 紧接住 北比的公司月凯退出《暮色新约》出品方 大有放养这部剧的意思了 而杨颖这边也把重心放在另一部大制作剧《相思令》 不过对于任嘉伦的粉丝而言 有新剧空降就是大喜事了 或许暮色新约会有大反转 成为现偶剧的奇迹也不一定 你会追人嘉伦的哪部电视剧呢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